这个胖子是一具腐尸 因为死后灵魂逃出了冥界 这让他也开始过着冬堵西藏的日子 追捕胖子的是冥界警察尼克 只有他手中特制的武器才能击杀胖子 可是尼克被突如其来的汽车砸了 致使胖子再次成功逃离 尼克原本是凡间的一名警察 在一次抓捕任务时因为搭档丧彪的背叛 使得他身中树枪后又坠落地液 还没来得及留下一言 他的灵魂便脱离了身体 看着四周犹如镜纸的画面 尼克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直到他来到屋外 身体便不自觉地漂浮了起来 只见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尼克就被这股力量吸入其中 这里有着许多大小不一的通道 无数死去的灵魂同样被吸入其中 见到这一幕的尼克十分震惊 或许他已经猜到自己应该是死了 只是尼克因为身份特殊 他被单独地拎了出来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是冥界的督察翠花 他首先告诉尼克已经死亡的事实 随后拿出一本册子 这里有尼克生前的所有记录 其中包括尼克利用植物质变私吞黄金的往事 要是按照冥界的审判 贪漠的罪名通常都会被打入第一 但来到这里只需要为冥界警局服务一百 或许还能将功折罪 尼克想都没想的就答应了此事 随后趁着尼克不注意 翠花就在尼克身上留下了一道标记 这也意味着尼克从此有了新的身份 翠花随后带着尼克前往工作的地方 只见这里关押着无数的腐尸 而尼克的任务就是前往人界抓捕这些漏网之鱼 这些腐尸性格暴躁 哪怕是戴上了手铐 也无法让他们老实下 那迎接他的将会是被无情的射杀 而出手的这人名叫老罗 他是一名服役了两百多年的老牛仔 因为做事从不考虑后果 也因此时常遭到处分 由于他常年是单独一人行动 翠花随是把尼克安排到了他的手下 眼下老罗就有一项任务 他让尼克来到一处洗手间 只见老罗启动马桶冲水和开关 他俩就被传送到了凡人的世界中 带着对人世间的留恋 尼克却不肯上老罗的汽车 反而是来到一处目的 这里正在上演一场庄严的葬礼 而主人翁正是死去的尼克本人 他急忙冲入人群之中 可是这里的人居然都不认识他 就连他的妻子也同样是如此 他们都把尼克当成了疯子 这让尼克很是不解 老罗随后这才说出原由 原来冥界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为了防止警员介入原有的家庭之中 他们在人界的外貌 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在凡人的眼中 尼克此时的形象是一名中国老后 而老罗的形象是一名身材火辣的女性 他俩随后坐上汽车 这才开始抓捕辅尸的任务 根据冥界提供的情报 在某处一栋大楼内隐藏着一只辅尸 他们伪装成凡人的模样 让人难以察觉 但辅尸身上释放的死气 却是难以隔绝 但凡他们待过的地方 植物都会因为死气而哭吻 被触碰的物品 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 两人在行动之前 老罗拿出特制的弹药 并交代必须要击中辅尸的头部才能有用 由于他只对灵魂体有伤害 并不会伤到人界的凡人 随后追寻死气来到辅尸藏身的地方 只见开门的人十分谨慎 而他就是长相像四月玉出来的TiBag 他眼中的老罗则是拿出卫生部门的证件 就不得不让两人进屋进行询问 老罗作为一名抓捕辅尸的老鸟 自然有揭露辅尸真面目的手段 他当着TiBag的面不停地吃着印度咖喱菜 这味道让TiBag实在是受不了 还没过多久 他就不受控制地露出了腐尸的原形 原来腐尸是受不了咖喱菜中小茴香的味道 尼克急忙拿出手铐将它锁住 只是TiBag有些不甘就此被捕 他扯下冰箱门发起风景 险些击中了一旁的老罗 TiBag随后急忙拿起一罐牛奶 而尼克则是用手铐的一端锁在自己手腕上 这让TiBag开始有些恼怒 他用力扯下自己的手臂 随后用力地抽打在尼克的脸上 拿起牛奶的TiBag开始逃命 他一边跑一边喝着牛奶 只是倒出来的却是黄色的金款 随后他朝着玻璃窗一跃而下 原本以为TiBag是自寻短见 可几秒钟后他却是再次站起来 这让尼克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只是刚转身 他就被老罗给推出了窗外 并朝着TiBag这里砸了过来 虽然身体有真实的痛感 可他们已经具备了不死之身 老罗不敢轻易得罪 于是把怒气悬撒在了TiBag身上 就是这么一顿暴躁 他让TiBag吞下去的金块便吐不出来 只是TiBag还想发起反击 老罗便失去了最后的内心 而尼克看着熟悉的金块 这让他开始陷入了沉思之中 因为当初就是因为同样的金块 这才让他被搭档丧标给杀害 两人完成任务返回到冥界 只是尼克还是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劝老罗一起去查查金块的事情 老罗见尼克不查是不会死心 于是带他再次返回凡界 这里有老罗培养的一名线人 只是他并不肯透露金块的事情 尼克只好使出一击 他把金块送给了线人 随后与老罗一同离开了此处 接着坐在车上守株带兔 没过多久就见线人走了出来 他站在路边像四在等待什么人 果然没过多久 一辆小车停在了他的身旁 只见下车之人十分眼熟 而他就是杀害尼克的搭档丧标 线人随后把金块交给了他 随后驾着小车快速离开 丧彪随后在尼克妻子的指引下 他挖出了尼克生前埋藏的金块 生性率直的妻子认为这是不义之才 于是让丧彪将他全部带走 而丧彪拿着这些金块 随后来到了一处机场 并把他交给了一个大胖子 这一幕被一旁的两人看得清清楚楚 老罗发现胖子像四斧师 于是赶在前头将他给抓获 为了检验自己的猜测 他来到一处厨房找到一罐小回箱 本想让胖子尽早承认自己的身份 可人家还巴不得露出原形 在吸食了大量回箱粉末后 胖子的本体也渐渐地露出 胖子利用肥大的身形撞开大门 接着在街上一盏灵活的身手 老罗拿出特制的神枪 一发击中胖子的身体 但是胖子并不慌张 他只是用力一筹 老罗就被他给直接带飞 尼克本想开枪 可他被翻滚的汽车砸倒 只是路人眼中的尼克 却是另一幅场景 好在尼克击中了胖子的身体 可他却是不想再跑 原地灯破玻璃 并把老罗给带入了屋内 只是老罗的这具身体 让一旁的男生默默地流出了口水 胖子随后破坏电梯门 并朝着电梯脚跳下 而赶到的尼克则是 开枪击断电梯的懒生 致使电梯失控地弹射了出去 金块箱子虽然被抢了回来 可是仍旧是被胖子给逃了出去 两人这次行动 让腐尸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 这让他两眼因此遭到了严厉的处分 而被缴获的金块也查出了来意 他是几千年前被击碎的神器碎片 一旦被腐尸收集齐全 他就能打通人界与冥界的通道 到时候所有的腐尸都会降临人界 那无疑是一场世界末日 为了将功折罪 尼克两人决定要去找回其余的金块 既然丧彪也参与了金块的收集 那就从他的身上先下手 只是尼克与丧彪搭档多年 他并没有发现丧彪的异常之处 而老罗则是解释道 腐尸可以依靠某种稀有的物品掩盖死期 这样尼克瞬间想起丧彪曾经说过的话 他有一条祖传的手链 他就是靠着这条手链的庇佑而逢凶化吉 老罗认为这一定是掩盖死期的物件 两人随后来到丧彪的家中 老罗靠着美人的身份进入了屋内 尼克则是悄悄地从一侧摸了进来 他让丧彪取下手链上的圣章 强大的死期果然瞬间蔓延至整个房屋 接着从屋内再次搜出神器的一部分 两人把丧彪带回冥界 还从他的身上搜出了半个神秘的球体 在上脚这些物品之际 半颗球体和另外半颗产生了反应 原来丧彪早就料到会有惊天 他安排一名俯师携带半颗球体 早就在他之前被带到了警局 这下两枚球体结合在一起 瞬间放射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使得除了俯师以外 所有人的动作都被放慢了数百倍 利用这空闲的时间 丧彪取走了所有的神器碎片 随后还解救了大批被关的俯师 并一同再次返回了人家 那名嚣张至极的胖子见老大丧坤回归 于是召集手下赶紧组装神器 这使得城市上方开始乌云垄涨 然而冥界警局也全体出动 只是刚出来就被埋伏的俯师徒基 他们同样有了不死之声 但都怕被这种特制阻弹击中了 趁着大块头卡弹之际 老罗当即使出单身几百年的手术 只是此时的神器慢慢形成威势 地旁的大楼纷纷开始出现了坍塌的情况 尼克开着汽车只想赶到风暴的中心 哪曾想到难缠的胖子再次杀出 他趴在车上想阻拦两人 尼克将他撞向坚固的墙角 随后朝他脑门开上一枪 胖子就这样被击得烟消云散 另一边的丧彪抓来尼克的妻子 在神器要组装完成后 他用力气刺穿女人的身体 哪怕尼克和老罗赶到 可以是为时晚矣 女人身体流出的血液被吸入到了神器之中 这是激活神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随着神器打通了冥界的通道 无数俯师便开始朝着地面移 而老罗和尼克也展开了最后的殊死 他两接连击杀附近的俯师 随后一人负责破坏神器 一人负责牵制一旁的丧彪 老罗见神器异常的坚固 于是打算用高处的车辆来砸坏神器 随着他使出浑身的气力 车辆成功地将神器给击碎 伴随着能量的消失 即将要远出的腐尸又被弹了回去 而丧彪也迎来了他灰飞烟灭的结局 只是尼克的妻子快要濒临死亡 没能等来救援的他还是死在了原地 在他灵魂脱离身体的一刻 他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尼克 而尼克只想让他好好地活下去 在两人深情地相拥过后 尼克的妻子被成功地救了回去 而出手相助的则是督查翠花 因为他和老罗成功制止了一场劫难 这才使他网开一面 老罗虽然还被多增加了50年的服役期限 但他却是赢得了翠花的芳心 而尼克则是继续与老罗合作 再次踏上了抓鬼的道路